她要浪费我两分钟时间 所以我把她给out 比较可爱的那种 会减零的一个发型来的 哈啰 大家好 你看到我本来是长发美女 现在变成一个中长度的一个小姐姐之后呢 在头发上一些发掐啊 假头套呀 一些小小的蝴蝶结啊 发带呀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你看 哇这个是我好喜欢的这个 当然这个也好喜欢 因为我好喜欢melody 这个我是好喜欢的 因为这个呢就是很有那种感觉 有时候你穿黑色啊蓝色或白色衣服的时候 就会特别有气场 像弯感的影子 对啊好像王关啊 其实其实我自己戴着手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 反啊不好意思 哈哈哈 工作的时候戴就比较高雅一点 反正的手也蛮好看的 也还可以的其实 我好喜欢JK短裙啊衬衣啊 所以呢特意为了JK 我买了很多就是这种比较复古一点的这个发掐 因为戴起来比较学生风一点 你看我这个蓝色的质感不同的 我都买了很多个 毛茸茸的啊 毛茸茸的 但是呢这些戴起来说实话 他把头给弄大了很多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也不太建议真的买那么厚的这些 因为戴了之后啊哇整个人就 这个头你看 像一个香蕉放在上面一样 然后这些我戴过 这样看还好 但是拍出来的照片突然觉得头很大 我要把头给披小 披罩可以一定要花时间了 再要浪费我两分钟时间 所以我把它给套起 然后这个呢 就也是挺方便的 你看很少头发 然后把这个扎上了之后呢 就是你看是不是好多 因为它比较有质感 所以我的头发感就好像很多 其实片云的 高马尾神器这个 之前我也是看到别人这么弄 所以我才买的啊 例如说你扎了高马尾之后 有时候呢你要定着它 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这样垂下来 这扎了之后 再从下面这么一弄 然后它就可以固定着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 都能想出来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我拍一些视频的时候 因为很多不同风格都需要有的嘛 有时候也要可爱一点的 那其他的也就是一些彩色一点的 拔牙 最喜欢的 就是这些也是啊 星型的 你看就是这种 星星的 两边 这样子的 你看 是不是比较有层次感啊 那的话就是那种 比较可爱的那种 可以减零的一个发型来的 好 接下来的就是 我的假头套 有时候 本人比较喜欢出去 约朋友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乔装一下的 如果这样的话 太好看太嫩了 就感觉一看就 你踩化这样 不行 可能带一个 就是假刘海 就是你看 哇 他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 你看 我踩上来 是个什么样子 假的 最好 rock'n'roll的那种感觉 带出来不是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 被骗了 说到底他也是假发 就是几十块钱的 就是不能再挑剔他了 这个我本来那天买了 我想带出去 但是我带了之后 实在我受不了了 太假了 因为根本对不上 那个讲究没有了 但是还是很奇怪啊 反正带出来就很假 就没有带这个了 后来好像我有带另外一个 他的这个刘海呢 还可以这样的 来 你们看一下 就是他出来的 戴了这个之后 再 戴一下 这个帽子 还想 这个算是我比较满意的 而且他的眼的手法 是比较正常一点的 这些东西嘛 买来 你还是不要买太贵的 我觉得 买太贵的 如果像我这样穿来穿去 大来大去 觉得不合适的话 其实也是挺浪费的 如果便宜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来试一下 能推的话 不好的就赶紧退了 希望大家买了之后 要好好的利用它们